每年七月就知道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了 自从第一届书展开始 即是1990年 我都已经去捧场 在这23年间 其实我不是年年捧场的 准确点说 我没有去多过有去的 因为头一两年 我的而且确是抱着 去看一下行下 你知了 喜欢看书的人 见到一堆二堆书都很开心 当时我也买到一抽二代 拿到只剧 搞搞一下 当书展越来越多人捧场 茂化稿也找到 他们赚钱的一些side business之后 相认那些产品增加 搞到我也没有人去 近十年其实我去过两次 一次是因为自己出了一本书 去现场打下气 另一次就是帮雜誌社 为他们出的书做宣传 我告诉你 我做完宣传 甚至乎走都没走过 就立即离开了现场 我以为自己对书展都已经失去兴趣之際 我刚刚收到今年书展的一些相关资料 第一时间扑上网订位 为什么 因为我要听书国志的讲座 书国志是台湾的作家 我很喜欢他的生活态度 所以看他的作品有一种滚滚红尘而不随俗的青身 尤其是喜欢看他写台湾街头巷尾的小食 他从台北食到台南 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到金色对比的台湾印象 如果你不知道书国志是谁 未看过他的书的话 那我就恭喜你了 因为你非常有福 看他的书 就是好像看到一些宝藏感 在里面你段故都找到一些东西 适合自己 满足到自己 不断介绍几本他的著作给大家 粗疏谈吃 台北小吃宅记 穷中谈吃 我包你喜欢这位人兄 我都是隔着本书 看他的文章 搞下搞下觉得我自己 好像跟这位人兄 交了心做了朋友似的 因为我在他的文章上 找到很多大家都很接近的价值 经常有人问我 你这么喜欢吃 为什么不出几本关于吃的书本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经常都说 我没有空没什么时间 你知道了 写东西要坐下慢慢写 但是真实的原因是只有一个 能够写到有书国志感的水准的那一天 我就一定会出书 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你等一下 看看我去完他的讲座之后 会不会启发到我 因为今次他的题目是 我是如何写东西的 感谢观看 叔叔